不畏疫情 2021台北国际电玩展今天如期开幕 但是防疫措施相当严格 除了要全程佩戴口罩 量体温十连之外 容流人数也从12000人下修到7000人 摊位从800摊降到500摊 原本预计200款电玩布展也直接砍半 实际在现场观察 人潮的确比往年少了许多 不少玩家也说不像过去热闹 但是空间相对宽敞 也逛得比较尽兴 期待已久台北国际电玩展终于登场 开幕当天一大早 民众早就排队 等着冲进场要抢限量商品 但国内疫情升温大型浮动 防疫措施可不能少 相关台北电玩展 除了得凉额温酒精消毒之外 还得要完成十连之登入前的入场 而里头的容流人数 如果一旦达到上限的话 也不会再开放民众入场 防疫升级 电玩展最终拍板继续办 但容流人数从12000人下修到7000人 摊位也从800降到500摊 预计200款的电玩布展 也只剩下100个 现场排队动线 也通通要保持1.5公尺社交距离 现在排了快一个小时了 我买了很多 我买了两个包包了 花了多少钱 花了2100了 我刚开始有会担心说 但是之后还是开幕了 我觉得也蛮厉害的 不知民众得遵守防疫规定 展场Showgirl COSER每个人口罩 也都是戴好戴满 对对对 因为就是防疫很重要 所以就是进场内 所以就请大家都一定要全程 记戴口罩 但疫情紧张 逛展的人也变少 看看过去开幕当天 人挤人盛况 今年整个展场几乎空荡荡 人潮明显少了许多 有少很多 不然以前是全部都走不了路的 比以前好 以前都是人挤人 很挤这样 现在有离开一点距离 会比较好 人少反而更好逛 更好买 民众性质薄减 主办单位跟北市府 也随时紧盯 亦有不明来源 社区感染就取消 使疫情变化 滚动调整 就很周围节台报道